Laris,这座坐落在吉达的水坝 既是吉达和槟城地区的供水和洪水控制中心 也是令人着迷的钓鱼圣地 这里的威力无穷 最吸引人入生莫过于这里一年世纪 都有妈妈和爸爸Dorman的身影 然而在每年的某些时段 会有Dorman渔花特别多的时刻 因此我趁此机会 力求在这片水域里 捕获比上次更大体型的Dorman妈妈 在这个特定的季节 我将会不止疲倦地探索Dorman妈妈的每一个角落 我希望能够找到那一条Dorman妈妈 一条大的竹鱼放在我大腿上 和令人瞠目结舌的旁人大物 这个任务虽然简矩 却激发着我前进的动力 那么我能否达成我的任务呢 这个问题将伴随我一路前行 成为我探索Dorman妈妈的动力 和梦想的引领之行 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探险之旅 去寻找那个令人陶醉的时刻 和那只我梦想渴望得到的Dorman妈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上一次与Bernard的Barris钓游 让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所以这一次 趁妈妈和爸爸正要开口时 我决定自己再次踏上这个探险之旅 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找到那个怪物体型的Dorman鱼 于是一个人再次踏上了这片美丽的湖泊 渴望着与我的目标相遇 当天我也是约了Nizam 带我在这个水坝寻找我的目标鱼 然而就在码头不远的地方 我们突然遇到了一组多曼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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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不如啊 OK 咳 咳 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像啦 要不要試試看 差的喔 那一刻我尝试了很长时间 终于激怒了妈妈多曼 然而可惜的是 她在我用路亚引发的反应后 聪明的躲进了茂密的树松中 看着妈妈多曼的消失 我们只好把握时间 离开了这个地方 去寻找其他渔花的踪迹 在旅途中 我们也遇到了几群渔花 但很不幸的是 她们并没有受到我的耳的诱惑 或者再咬一口后就逃走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只能再次转身 寻找下个渔花的机会 就在不久后 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去寻找着 这是几群渔花的水 我们来到了这个掉点 发现了一群非常幼小的鱼花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这个水域充满着水少和树枝 这些障碍物让我的鹿鸭鹅 无法顺利下沉到妈妈多曼的位置 这让我必须小心谨慎的操控我的装备 试图克服着这些障碍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 这群鱼花似乎有着超强的憋气本领 它们能够在水下停留很长时间 使我们跟踪它们的行踪变得相当困难 它们可能会在上次出现的位置 很远的地方再次浮出水面 这使得我们无法精准预测它们的出现位置 在谷刀鸭上吻了 他们更多重担长 这位就是这样的以往 哇 汗蒙蒙子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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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马来得不 Eli 这根本人也想念我 我把你放在那裡 但是問題是三個零零零 就在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间几条单身托曼游了过来 我试图引诱他们摇耳 但他们却毫无兴趣 可是却不小心导致他们游到了那群鱼滑的位置 然而就因为这一个举动 意外的激怒了那条妈妈或爸爸托曼 因为他们已经生气了 他们摇耳的机会非常高 于是我们决定紧追不舍 直到成功掉上那条多慢为止 中边的脚 中边的脚 在这皮店里有的 一直在脚 他会质卡 他也有脚 他也有脚 好 好 好 一会儿 整一个 好 继续 好 有选择吗 我们知道 哪里有一个大幅 谢谢 经过了不懈的努力 终于我成功的钓到了一条Dorman爸爸 虽然这条Dorman的体型并不是我最初的目标 但是那个激动的瞬间让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令我更兴奋的是 这次的成功是通过使用Synbit钓到的 这个成绩不仅展示了我的钓鱼技巧 也证明了不同的方法和恐惧 都能在钓鱼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释放了这条爸爸后 我们发现附近又有一群鱼滑 这次我充满了信心再次投入挑战 尝试将这群鱼滑的爸爸和妈妈都钓上岸 芷子 和那些 嫩鞭 不可能还要 有点儿 还要 有点儿还要 有点儿 没怎么能上 再来一旅 有 喔 啊 bawah sini bawah sini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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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部的 可以.. rein 快搬回车 好了 有绝当然了 一起来 可以吗 跟着车系列吗 车系列吗 车系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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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车系列 有喔 有喔 我们有XXX 你还要吗? 打开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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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只 在The Saveris的妈妈 已经比刚刚的爸爸大一点点 我成功的钓到了当天的第二条鱼 然而在与那条DOMA妈妈搏斗中 我的鱼轮的摇臂竟然中途脱落了 但幸运的是 所有的零件都还在船上 这个时候我也感到庆幸 因为那条DOMA妈妈并没有趁机逃走 或游进湖中的障碍去 我继续与它搏斗 最终成功的将它钓上岸 虽然这条DOMA妈妈的体型 并不是我最初梦寐以求的 但在当时的场景下 这一次的经历是无法忘怀的 这一次的经历是无法忘怀的 我们不断的寻找 穿梭于湖泊的各个角落 群立着令人心动的妈妈DOMA 然而最终 我们来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地方 鱼花的聚集之地 这里竟然聚集了超多的鱼花 几乎可以同时看到三到四组不同的鱼花 而且它们之间的距离都非常近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壮观场面 我们只有一个头痛的问题要解决 从哪一组鱼花下手 就在那边 哦 哇 哈哈 哈哈哈 啊 跑了两杆,然后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强烈的焦急 这个力度非常巨大,让我想起了在Cloud那一次遇到的巨大怪物 然而此刻这个目标还没浮出水面,所以我并不清楚它的真正体型 但这一刻的激情让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掉上它 亲眼看看它的真面目,然而要用Spinabit来公众它却非常困难 于是我决定尝试使用米诺来引诱它 这个路牙儿因为沉水不深,适合在这种多水草的地区中做掉 同时也提供了更好的机会来捕捉到这个神秘的目标 木头的地区,在这种地区,非常好 木头的地区,我喜欢我,很严重 第三条妈妈托曼闯闯入了我的掉线 虽然他的体型并完全不符合我的期望 但他却是我遇到反应最迅速的妈妈托曼之一 这个瞬间充满了激情和高兴 成功总是令人激动 这条妈妈托曼鱼尽管不是巨型 却以它灵敏很敏锐的咬合 给我带来难以忘怀的体验 而在这个湖泊的附近 依然有其他鱼花等待着我们的挑战 在释放了这条妈妈后 我们选择了新的目标 哦 喔 有 喔 面对这些水槽 我不得不情愿的使用spinnerbait 希望能够引诱这条toman慢慢上钩 尽管这次的慢慢toman 还不是我最初的目标体型 但在一个早上的时间里 我成功的钓到了4条toman 这已经是我在这个季节里 钓货最多的记录了 每一次的成功都是一种成就 让我对自己的钓鱼技巧充满了信心 在这条toman上钓后 我开始逐渐不再固执于 追求特定的目标体型 取而代之的是 我更加专注于享受整个钓鱼的过程 特别是在这个toman toman的季节里 每一次咬钩 每一次的搏斗 都带给我无限的乐趣和满足感 很棒啊 很棒 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 谢谢你 非常感谢 尽管我渴望着继续钓更多的妈妈和爸爸多曼 但突如其来的大风改变了一切 这股强风在水坝上呼啸而过 激起巨大的浪花 让我们的钓鱼计划受到了严重干扰 大风垂得湖泊涛洪汹涌 整个水坝的场景宛如大海一般 这突如其来的气象变化 不仅影响了我们寻找渔花的终极 还使得原本宁静的水面变得汹涌不安 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 我们只好躲在水坝的一个凉亭里 等待风势逐渐平息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耐心的等待了接近4个小时 风才渐渐停泄 让我们有机会再次踏上湖泊 寻找新的钓点和钓鱼机会 尽管风停了 但我们能够留在湖泊钓鱼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尽管我们充满了期待 但遇到的渔花似乎并没有给我们期望中的反应 在湖泊的宁静中 我们坚持尝试寻找每个机会 但时间像是沙漏一般 不可阻挡地流走 虽然我们梦想着更多的妈妈和爸爸多慢 但有时大自然并不总是奉上我们所期望的美好 因此我们提前结束了这次的钓鱼之旅 尽管结果或许不如一期 但我们深知在大自然面前 我们无法掌控一切 尽管在这次的钓鱼之旅中 我没完全如愿以偿 但至少我不是空手而回 每一次的咬沟 每一次的搏斗 都让我感到活力和兴奋 虽然我没成功钓到我最初设定的目标体型 但这一天四条妈妈和爸爸多慢的成绩 是我有史以来钓货最多妈妈和爸爸多慢的记录 因此我决定会再次到来这个湖泊 继续寻找我的目标体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的话 不妨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你的一个赞会为这个频道带来很大的帮助 还没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并按下小铃铛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